佛法八万四千法门 记住 佛说的话是真的 法门平等 无有高下 但是修学呢 与个人根性不一样 有些法门我们学起来很容易 有些法门学起来很艰难 那我们要找什么呢 找最容易的 适合我们自己的根性 我们要不会选择 那就听释迦牟尼佛的话 释迦牟尼佛 也是在大吉经里头说的 他说正法时期 戒律成就 戒律吃好了 就能争阿鲁汉苦 向法时期 禅定成就 末法时期 净土成就 那我们身在末法了 我们自己不会选择了 释迦牟尼佛替我们选择了 我们老老实实听话 就念佛 抓住阿弥陀佛 求生极乐世界 这是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我们就不会走错路 可是虽然修念佛法 我们 鸿鸿鸿正法的人 要有心量 对于佛法 各国宗派 我们都要全心全力 帮助他 把他们复兴起来 为什么呢 都是释迦牟尼佛传 对吗 我帮助你复兴 我还是念我的阿弥陀佛 我出钱出力帮助你 我不修你的法门 我尊重你的法门 为什么这个法门是佛传的 这个重要 不能说我修佛 念佛法门 其他法门我不管了 这个不可以 遇到真正有修其他法门的时候 我们要全心全力 帮助他 希望大臣八个宗 在这个时代都能够 复兴 都能够发扬广大 幅度 过种不同根性的众生 都能够发扬广大